整座城市布滿濃濃黑煙 即使到了白天仍暗無天日 烏克蘭遭受近來最慘烈的俄羅斯空襲 總計竟有八十一枚飛彈 八架伊朗自殺式無人機等毀滅性武器出動 巫國空軍指出在這波空襲 相對容易攔截的巡弋飛彈變少 出現了比平時還要多的彈道和極音速飛彈 其中有六枚正是俄國匕首極音速飛彈 速度可達到5馬赫以上 飛行時還能改變方向 幾乎無法攔截 公車站牌下橫躺多具遺體 住宅區成了瓦力堆 這波空襲破壞首都基附等十個地區中 多處關鍵基礎設施和民宅 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三座發電廠受損 首都基附約15%地區停電 扎波羅熱核電廠供電中斷 這波攻擊的範圍最遠到烏克蘭西邊的城市利維夫 當地一度被視為相對安全的避風港 如今卻也慘遭毒手 不過烏克蘭空軍發言人也指出 這回俄羅斯大張旗鼓動用先進飛彈 透露當局急著想打出一個結果 要全烏克蘭人民持續對戰況保持信心 這段新聞 姚海鎮報導